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PTE大习瓜的JK老师 咱们今天的这一节正题讲解课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JK老师自己独创的一套做PTE Reorder这道题目的方法 叫做倒推配置法 那么这一套方法呢,是JK老师在2017年的时候自己原创的 根据的是PTE这个Reorder的打分规则 创造出的一套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排序体的做题思路 然后经过数百位同学的这个教学经历 将这一套方法沉淀积累以最完整最系统化的教学理论的方式 现在隆重的介绍给大家 OK,那么咱们今天的整体讲解呢,就会用到这套方法 然后我们选取到的题目呢,是PTE大习瓜基金X里面的080-073这一道题 The Community Offense 这道题目在考试里面的出现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这道题目的难度系数其实是非常大的 OK,那么咱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来看到这一道题目 OK,如果各位同学还没有见过这道题目的话 我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在这里暂停大概两分钟 给自己两分钟的时间认真的阅读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排出来乱序的文章 然后呢,自己想想你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和你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Jeky老师就会给大家讲讲如何用我们的这个倒推配置法来把这道题目解决掉 OK,各位同学看完了吗? 如果看完了的话,那就听Jeky老师怎么讲解吧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倒推配置法呢? 是根据reorder这道题目的打分规则 我们可以看一下,假设一个reorder的正确答案是1,2,3,4的话 根据官方评分标准里面说到的Each pair of adjacent text boxes 那么根据这个打分规则 我们会发现它会给分数的点不在于它句子所在文章中单独所出现的顺序 而更想要考察到的是它是否是一个成对的方式体现的 那么刚才说到的假设证据答案是1,2,3,4的话 我们1,2排在一起可以得到1分 2,3排在一起可以得到1分 3,4排在一起又可以得到1分 所以整个如果文章的句子有4句话 它会给你在配对上给到3分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是要配对 我可以从第一句倒过去找第二句 我也可以从第二句倒过去找第一句 这个时候我们要发现的是 正常人是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秒钟发生了什么事情来倒退回 之前那一秒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根据这个common sense我们可以判断到的是 它既然想让你配对 那么每一个句子里面只要它是放在了文章的中间部位 其实都会安插一些叫做雷达词的词 那么通过这个词呢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往前推 去推回它前面那一句在讲什么 这样的做题方式在reorder里面是又快又准 又能帮你把分数拿到的 OK在简要介绍完了这个倒退配置法的基本原理之后呢 我们来一起看到这一道真题 在做每一道reorder的时候 JK老师先问各位同学 认认真真的耐心读完每一句话 首先咱们要尝试着理解这句话在讲什么 在理解了这句话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关注到这里面出现了哪一些我们所谓的雷达词 首先我们就在第一句话里面看到了一个插入语 therefore 并且啊 把这个插入语提前了之后 我们会读到的这句话表达是 It is evident that the ends of each community all recognize one another which is very remarkable 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一个倒退配置里面 我们发现这一句话里面的这个therefore啊 其实是在对于前面的某一件事情进行一个总结 并且这个总结得到的显著的证明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蚂蚁 每一个族群之间 他们其实是可以相互认识的 所以把这一句话咱们可以写下来 并且在前面标注出一个倒退配置的方框 用这个方框提示自己 这个方框的前面一定会有提到的是 蚂蚁的每一个族群 他们其实是之间相互认识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在简单的读完之后 会发现其实这里面啊 并没有任何的咱们所谓的这个雷达词 所以我暂且可以把第二句话先放在这里 然后开始我们的第三句话的阅读 在第三句话的一开头的位置 就出现了一个并列的逻辑连词 然后它说到是 And it is a lesson to us 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去想 这一个它其实在这里就不再是一个形式主语了 它是一个有意义的指代 只是说它可能指代的是一件抽象的事物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根据倒退配置法 把三这句话写下来 然后在三的前面打一个方框 告诉自己三前面有一个可能是抽象事物的事情摆在了前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就是第四句 第四句出现了一个主语 然后提到的是 然后最关键的是后面的这一个后制定语 也就是说它把蚂蚁是用同样一个品种 但是引入到了不同的巢穴 那么其实代表的是同一个品种 但是不属于同一个社区 也就是说这些蚂蚁是不同社区里面的 然后它们无可避免的相互攻击 然后具体讲它们可能是怎么样攻击的 所以就单纯从雷达词的这个层面上来分析的话 其实这一句话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雷达词的 所以我们也只能先把这句话放在这里 但是我们能记下来的就是这句话真正表达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我们读到的就是文章的最后一句 在最后一句的一开头就出现了咱们倒推配置法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叫做逻辑突破口 这个逻辑突破口是由咱们的这个however这样的一个雷达词引出来的 那么在however这样的雷达词引出来了之后 我们首先要根据逻辑突破口的原理来想 这句话第一种可能前面有一个和它相反的句子 第二种可能这句话是让不断的开头 所以呢它很有可能前面也没有一个它完全相反的句子 但是接下来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这句话说的是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y are in hostility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指代词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指代词帮助我们判断出来了 它不再可能是一个让不断的开头 所以我这句话根据我们的倒推配置理论 前面一定会有一句话 而且这一句话明确的会是however引导的后面这句话完全相反的一个句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读懂我后面这句话表达的意思 来进行脑补 然后去想到一句和这句话表达的是完全相反意思的句子 从而推论出五前面的句子究竟是在讲什么 通过阅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五这句话的主句是在表达的是they are in hostility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敌意的 那么与之有敌意相反的句子 我们通过脑补是不是可以想象到有敌意吗 那前面肯定是在说没敌意咯 那我就要去在剩下的一二三四这四句话里面去找到一句明确的说 他们之间是没有敌意的 而且一定要是明确的说的 所以呢在倒回去看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到的是在第三句这里面有一个 No one has ever seen any quarrel between any two ends belonged to the same community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发现到的是 只要是同样一个族群之间 其实他们是没有争断争吵的 所以没有争断争吵就成为了我们所想讲的not in hostility 所以五根据倒推配置之后 我们可以推出前面的句子一定会是文章的第三句 那么把第三句找到了之后呢 倒推配置理论也让各位同学强调的是 三代的这个方框一定要跟着三一起走到下面来 这样可以提示我三前面还会有一个句子 然后因为刚才我们在读五的时候 其实只读到了它的主句 They are in hostility 后面的成分其实是没有读的 那我们接下来把后面的成分再拿来看一下 后面说到的是not only with most of other insects 包括ants of different species but even with those of the same species if blind to different communities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对于其他的昆虫有敌意 还对于那些即使是同样的品种 但是属于不同的族群的蚂蚁也是有敌意的 我们仔细读了这句话之后发现 诶这句话是不是好像和我们刚才说到的四这句话 其实是表达的一模一样的意思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回想一下 我们倒推配置理论里面提到的 如果一句话和另外一句话在表达同样的意思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哪一句话 有更加的这种高度概括的意味 哪一句话更像是一个例子 就似我而言 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这个四更像是一个例子 而五更像是一个总结性质的句子 所以根据倒推配置理论 例子和总结 它们一定会是靠在一起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 如果这个总结句前面没有这一个总结逻辑连词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到的 therefore hence thus之类的词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总结句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例子的前面 所以这个时候四我们也可以推断出 四前面的总结句一定会有一句 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总结句就自然而然变成了我们的五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组两对其实已经排出来了 也就是三五四已经形成了一组 并且这个时候三前面也一定还会有一个句子 那么我们再来理一下三五四 这一组它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它连在一起表达的是 你看它们只要属于同样一个族群 它们是不是其实是不会打架的 但是呢蚂蚁这个物种又是一个非常好斗的物种 那么你想想它不仅对于其他的昆虫是好斗的 还对于即使是属于同样的品种来自于不同的族群的蚂蚁 也是厚斗的 所以整个这一件事情是不是最后回到了我们一这句话的所谓的总结上面 那么整个的这三句话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 It is evident that the ends of each community all recognize each another which is very remarkable 所以一这句话所在总结的其实就是我们三五四这一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这一句话放在了四的后面 也就是说一前面的一定会是三五四这一组 那么接下来文章只有第二句话没有排了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刀推配置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二这句话只有可能出现在三这一句话的前面了 所以这道题最后的答案是二三五四一 虽然咱们可以通过排略组合的这种可能性推测出三前面只有可能是二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根据文艺再来给大家指示一下 为什么三前面一定会是二 因为三这句话说的是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 或者这件事情给我们上了一课 上了一课什么呢 没有人在同样的一个族群里面看到过蚂蚁的争端争吵 那你想想 其实在这个时候当一个社会或一个族群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它是不是本来是应该有争端争吵的 但是现在它没有 所以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我们学习 或者说给我们上了一课的事情呢 所以二三之间也是这样的逻辑关系 OK那么最后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排序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道题的做题方式里面 用到了我们倒退配置理论里面 除了时间点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做题技巧 首先是第二句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end 然后呢是第三句话里面的however再加上一个z 然后呢接下来是第四句里面的这个verful 这是最明显的 以及第四句和第三句之间的总分总 且没有总结词这样一个做题的规律和技巧 OK那么今天咱们这节真题讲解就到这里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通过今天的讲解呢 了解到我的这个倒退配置理论 如何通过雷达词在做reorder的时候 帮助各位同学又快又准的拿到分数 OK那么咱们就下期再见了 如果各位同学有任何关于PTE的疑问的话 请扫描屏幕这里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密学儿老师 我们PTE大习惯的所有老师都会用尽自己的毕生所学 来帮助各位同学达到自己理想的PTE分数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